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唱一个事业是属于我们的事业 另外就是我们如果一直留在香港 其实那个环境 你要自己开一个公司 或者是你创业那个部分 其实很难 尤其是你要租一个地方 做一个办公室 或者是你要开店 然后租金真的是没办法 来到台湾以前 吴家永和先生 原本分别在保险业和金融业 从事广告行销 现在每天一起工作 他们也渐渐磨合出新的工作模式 基本上概念下面 是我们两个一起想出来 我们在家里就是老金档 震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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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起在想 快一点啊 给我一些好的 有没有想到 想说出来 这个感觉 还算蛮自由 然后 对 它给员工的空间很大 是还不错 台湾人的口味是怎样 他们觉得怎样是才是好 这个我们觉得 时间上面我们要慢慢学 在新的环境里 广告人的创意 找到了继续茁壮 生根的土壤 身为新手台湾人 他们独立融入台湾的文化 也希望在台港养分的交织下 制作出更多深入人心的作品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